今天回到你做主禮教訓 你懷著一個什麼心情 回來做一個Gast of Honor 由這裏的Gradure成為Gast of Honor 我是懷著感恩的心情 非常感恩 我講幾個字 感謝喇沙教我少年事 如果不是喇沙 當年 給我們的考慮 我們是無憑的 直播 陳志衂醫生妳好 我是EAN班劉穎儀 你好 很榮幸可以邀請你接受我們的採訪 首先我們想了解之前的醫生在我們學校讀書的時光 我是1966年入學 當時上水喇沙只有一棟建築 就是最舊古讀 我們那時有四班 七一年學校畢業 當時我們是和尚學校 全部都是男生 讀完考學搜尋 那時沒有成績六 出格龍那沙都成績六 在讀書時期有沒有很深刻的經歷 我們那時讀書只會做一件事 就是讀書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遇到很好的老師 陳顯和陳老師教我們聖經 那時叫聖經 教我們中國語文語文學 然後教我們中國語文學 他教得非常好 使得我們很多語文的運用 和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非常清楚 那其他當然 我看見了巴勒士的趙Sir Chemistry的朱莉菲 他學來做了校長 可能你們都知道他 還有Mathematics 其實每一科的老師都很盡心 雖然有些老師是剛剛一畢業就來教我們 好像巴勒士的趙Sir 我們很深刻的教學 師兄 你讀書時期有沒有很大的困難和挑戰 困擾著理呢 最困難就是剛剛進來前三個月 那時候我們的校長 Brother Felix 他們知道創校校長 Brother Felix Brother Felix 我們跟他改了一個花名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大柴 Brother Felix 最有名就是 在九龍那山的時候 拿著棍拼人 把一個很有名的人拼了出校 那個人叫李小路 Bruce Lee 李小路不認識嗎 真的在很多學校 是的 拼人 油牛高 神高馬大 就是這樣 他是Irish 來的 他那些英文 我們不是聽得太明白 他經常說過 Your attention please Your attention please 我們在說什麼 Your attention please 我們很牙煙 見到他 跡跡跡走人 前三個月 除了中文和中國歷史 是用廣東話上課 其他那些 全部都是英文的 阿薩爾上課 講英文的 一打開幾乎 每個字都是生字 不懂的 回家要查字典 那時候我們很窮 坐在床邊讀書 拿著字典查 過了三個月之後 慢慢才能聽到 上課到底說什麼 真是很辛苦 讀書就是一種慢慢培養了興趣 你覺得吸收知識是一件好事 師兄 後來為何你會從香港選擇去台灣讀書 這個很敏感的問題 如果你有讀中國近代史 認識中國歷史 就是我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六年入學小學畢業 考那個 我們那時候叫聲中史 第二屆學院採討 其實考得不錯 那時候上水那沙的 我對著元朗 因為我有個表叔 叫做十二叔 其實他差不多年齡 大約一兩歲 我十一歲就來讀上水那沙 因為我爸爸比我早 聽我入學讀書 結果早一年 那個表叔跟我說 不是跟我說 是跟爸爸說 他說 Lassau College是不錯的 不過Lassau College 是在九龍里的 現在他上水開了一間學校 那個Polito Felix進來 他都很認真辦學 你可以試試考 我們聲中史 就填了Lassau 第一 進來 那時候 每天都搭巴士上學 讀全日 都還可以 為何去了台灣 其實1966年 如果你讀中國歷史 就知道 那時候正直是文化大革命開始 十年動亂開始 我們現在的歷史 稱呼就是 166年開始 清華大學開始造反 開始文化大革命 那時候 香港 我們 很驚人 看到 香港 有 抵抗港英 地方上擺 土製菠蘿 炸彈 炸死人 那時候 我們 如果有原由可以說 就是 為何 我班有個同學 其實他不是同學同班 我們是成績分班 去到B班 他很喜歡看足球 香港以前踢球很難 足球 他每天買一份《香港時報》 《香港時報》 就是中國國民黨 香港辦的黨營報紙 他那個《香港時報》 是全香港的報紙最好的 他把《香港時報》那份《香港時報》 《香港時報》那份《香港時報》 拿了看之後 其他一起在元朗搭車 搭巴士 來回學 把其他報紙放給我 我看了國民黨說 台灣電視怎麼進步 後來 因為 我爸就跟我說 他說 你如果成績可以 你讀醫學院 好嗎 那時候我認為 台灣大學的醫學院 是東亞的醫學重鎮 事實上 台大醫學院 當時 是處於領先的地位 去台灣 所以想讀醫學院 都是因為台灣的醫學院很好 所以就感到興趣 其實不是 我們在勒沙 我在勒沙高校 同班的同學 那時候 有些都入到港大醫學院 但是 那時候 我爸爸就說 如果你讀不到醫學院 我沒有錢工 你讀其他的 因為台灣讀書便宜 所以 我第二志願 其實填了六學院 以中國 讀六立國 讀六學院 都有用 我校讀醫學院 讀醫學院 他說讀醫學 學醫是可以幫到人 讀醫師 我爸爸 真是生病 其實 有一年 我記得很清楚 我們住在元朗的武區 我爸爸 就打工 做勞動工人 那時候 通知我們 他在上班時 不舒服 就送了去 QE Queen Elizabeth 伊莉莎白醫院 在十字車送去 我爸爸 就回來說了 一個很奇怪的 他說他送去 QE之後 他喘不過氣 即是 Breathing difficulty 送去QE 急症室 那個醫生 一看 你這個人 很 沒事的 精精神神 送你急症室做甚麼 那個醫生 其實就是 香港的Houseman 我們在台灣的實習醫生 叫了他的専門 醫生 醫生 一摸他的腦 摸他 這個不行 立刻上房 我 後來就 出院 我認為 我爸爸 西遊記 聽到 就是亂說 後來 我入了醫學院 才知道 這個症狀 叫做 Feroxismal Superventricular Tecacardia 就是心防上震動 然後 Vepid Ventricular Response 就是 那個 心防 我們就是 北靜脈 叫做Arismia 它是 Irregularly Irregular 亂跳 而且 那個 心失 心失 那個 回應太快 所以 開放不夠 所以就會暈倒 所以 我爸爸就跟我說 他說 這樣 你以後 如果能夠讀得到 學醫 可以幫到人 很偉大 其實就是 小時候 大家 都是受到父母的影響 而且 我都說 我們一邊穿 同班的同學 都沒有讀醫學院 沒有讀醫學院 那醫生 你在做醫生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台灣 呢 台大醫學院 其實就是 那個 那個 Qualification Education 做得很好 為什麼呢 你如果有讀中國 銀台師 就知道 台灣在1894年的 甲午戰爭之後 1895年 定立了 這個 馬番條約 割讓 日本 日本統治到 以致世界大戰 完了之後 歸還回到中國 所以有50年的統治 日本人 就規定台灣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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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民 台灣的人 除了 學醫之外 不可以學 politics 不可以學 法 任何這些 統治有關的 不可以學 所以台灣 那些 那些 學生 懂得讀書 成績好的 就入了醫學院 所以台灣 是把全台灣 最好的 brain 擺在醫學院 所以 他的 發展比較好一點 那 現在每年 台灣十幾萬 的畢業生 即高中畢業生 前面那一百個 就入了台大醫學院 我兩個小孩 都是外學弟 他們都是前面一百個 最後 師兄 你有沒有什麼 想跟師弟師妹妹說呢 其實我等一會 會說 我說 人生是有很多階段 你 讀書的階段 我舉了很多例 我會等一會 即是 我們同班 或者是 學弟 讀書的時候 即是成績 就 雖然不是很突出 表現並不是 預期的優異 但是他後來的老女 他成就 可以成為 世界級的 學者 或者是做了很多 廣告人的事 我覺得這個是 對一個年輕人 十七八歲 中學畢業 是很重要的 認定自己的目標 努力 求進步 你說 我現在暫時 可能入不了大學 或者是 暫時要做事 不要緊要 吸取社會經驗 以後 再回來求學 我覺得這個 都是不同的途徑 希望大家努力 好 今天聽 請問我 陳醫生 你之前剛剛 跟大學院 是很難 有很多競爭的地方 你進去 如何去適應 這個生活 你有沒有很難 感謝拉莎 我那時在拉莎 其實 我等會這樣 我在台大藥院 拿了很多獎項 為什麼呢 拉莎給我 很好的 foundation 譬如 剛才說到 biology chemistry soul soul 我肥了 入學的時候 在台灣 中文 我們開始的時候 第一年 第二年 叫做 pre-med的 course 很多 general science general language 其實 拉莎給我 很好的基礎 所以 其實 適應上 沒有困難 今天 回到你做好 這個主例 教訓 你會有什麼 你懷疑了 一個什麼的心情 回來做一個 guest of honor 由這裡的 graduate 成為一個 guest of honor 我是懷疑感恩的心情 非常感恩 我 我講幾個字 就是 感謝拉莎 教我少年事 如果不是拉莎 當年 給我們的考慮 我們是無禁 不好意思 今天聽了師兄說的經歷 真的很感動 也讓我得到很多啟發 多謝師兄抽空 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 謝謝 這個也是我非常感動 謝謝 謝謝